见过给人哭丧的,见过给狗哭丧的吗? 原本不想拦下这活儿,但那和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, 一千元给狗哭一丝丧,你愿意吗? 上一秒还不情不愿地往桂香, 下一秒就笑嘻嘻地加入了狗子的丧丧队伍, 多犹豫一秒都是对钱的不尊重。 而魔幻的一幕时,桂香唱的是患乐的流行歌, 却把狗主人唱得痛哭流涕, 彼死了亲妈还难过的那种。 终于在桂香的不懈努力下, 跑去给理由的分红,他终于攒够了一万块钱。 他准备将这笔钱分成两份, 一半拿去赔给受害者家属, 另一半用了疏通关系,好把丈夫捞出来。 可就在他来的别人家里时, 却从邻居口中得知, 对方早就回北京谋生去了。 听到这里,桂香脸上是藏不住的喜悦, 还钱的事可以暂时还缓了。 紧接着,他来到点鱼长的办公室, 对方一开始并不理睬他, 就连坐的椅子都要自己搬。 在看他装钱的姓风红, 好像很一般。